继今年4月庆祝台铁130周年推出火车造型水大受欢迎后 中华邮政为了庆祝花莲玉里镇建政百年 也与台湾铁道护士馆合作 设计出一款全台唯一的行动油车造型水 由于玉里是目前台湾唯一保留行动油车的乡镇 因此行动油车造型水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部分所得也将捐给花莲偏远地区的弱势民众 绿色瓶身上面还有一位油猜宝宝竖起大拇指 超级可wai的设计连小朋友都爱不释手 原来这就是中华邮政为了庆祝花莲玉里建政百周年 推出的行动油车造型水 这里刚好是玉里镇他们百年的 那镇的玉里那个百年的庆我们先订开卖款 那我们中华邮政特别配合玉里镇百年的庆祝 来发行这个造型水的那个文创商品 之所以选择玉里建政百周年推出造型水 主要是当地保留全台塑国仅存的行动油车 每天提供玉里镇名有镇级储慧服务 而造型水的瓶身设计也很有巧思 车头是杯子车身装满矿泉水 合起来就是可爱的行动油车 那这个地方特别跟那个我们的乡亲要特别提一下 你买的时候不要马上把它喝掉 你一定要跟它造个像 就把它当作打卡一样 在网络上给它穿一下 赖一下 给你的称评好友知道一下 你问我今天有穿这个造型水 选择这个胸 你一定要去买一组造个像 如果要从事没有的话 十万元卖完就没 台湾铁道护士馆 即跟台铁合作推出火车造型水后 再次设计出行动油车造型水 除了保存文化价值 部分收益也会捐给花东地区的弱势长辈 购买了之后部分的营收 我们会捐出去做公益 包括捐助花莲那边偏远地区的老人家 等等的一些关怀弱势的协会 行动油车造型水限量十万组 网络预购不到几个小时 就卖出三万多瓶 可见小绿油车魅力实在无法挡 中华邮政除了鼓励民众收藏外 也希望借由购买造型水 一起来帮助弱势族群 港督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 采访报导